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达老母的频道 最主要是分享一些我喜欢的老母 记住按Subscribe 键 大家也可以赞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手行买了模型 就会上去和大家分享 另外我也会直播打机 直播的时间通常都会在每晚深夜 有兴趣的朋友就在我的YouTube频道 就会看到 欢迎各位在打机的时候留言和我聊聊天 甚至一起打高达也可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只 擁有的robot魂 Heavy Gundam 但是 这样当然不够 所以 就会和大家一起看 这只年代九远的 Gundam Fixed Heavy Gundam 好了 一起去片 裡面很简单 有一张一页过的说明书 背部也空白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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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张东西呢 我会跟着它来砌 把它做箭台指 喂 我以为这些是软胶 但原来不是 其实是硬胶 这件就像是一件 这个大腿位像是一件过的实心胶 这些软胶 听不听到吗 夹夹的声音 另外呢 这些 夹呢 就像平时我们砌模型的 那些胶件 好了 说明书的第一个步骤 然后呢 就是将 这个 激光剑这个位置 哎呀 看不看 这里有个水口位 找神剑 收一收它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动了 那另外 这个位置 可以动不动呢 应该就不行 应该就不行了 夹下去的 就是这样拼下去的 那这个效果 究竟硬还是软呢 我有点害怕 呃 不算软咯 我觉得 就应该会一下子拍团的 那所以还是小心 跌 就可以刺下去 肩膀的 这支炮里 松松的 不要紧 那就 可以这样咯 又可以 会不会肉酸了少少 那这个呢 我想应该就会 美观一点 啦 不知大家有怎么看 那盾呢 就可以摺起来的 这个设计呢 就是由 Gundam Origin 开始的 那以前有没有这个设计呢 我们稍后再看看 我经常以为 robot 魂这些是软胶件 但其实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 都是属于 我们 砌模型的 那些 呃 是不是叫PS DVC 都是那些材料来的 那所以呢 玩的时候 真的要相当小心 啊 哇 一下子就飞走了 差点滚爆了 哦 向上的 一切 这样才对 这么乖 但是呢 是有点紧 照片 那 那呢 它呢 建议可以摆个姿势 啊 就是做些什么呢 我没有爆炸件 它有 这个图呢 有一个 有一个爆炸件 那应该就要另外买啦 那就可以在盾那里呢 就做一些爆炸的效果啦 不过我没有 算了 另外呢 是不是可以像这个图那样呢 放到这样在装你呢 看不见到 看不见那只眼 再近一点 看不见到 对了 可不可以这样呢 好怕 弄断 哎呀 什么呀 跌了个肩膀 这个头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很实 这个头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有点实 而且呢 这只角呢 这只角呢 就并不是软角 是硬角 所以真的玩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那这个位置呢 如果你想看到 它的眼 其实也是相当困难的 哈哈 你看看角度是这样 然后这样装 对吧 都面向在这里的 OK 我怕拍断它的手 是有点点软的 其实 那些手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是有点点软的 未至于硬到会断 但是 就是 哇 我这样 我停一停 我这样按下去呢 这样按下去呢 好像觉得呢 可以捏到手指平了 是软胶来的 应该就可以放心玩 火箭炮呢 看到呢 就有点 有没有圆肌呢 这边握 这个呢 就可以动下 还有这个呢 可以伸缩 伸缩之余呢 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这样 向上 向下 屈的 那怎么 放在手上呢 我也不知道 咦 这里 有点古怪 原来这个位置可以开的 方便呢 就是这样手握 可以方便手握 可以方便手握 这样把手握 都变成这样 都变成这样 如果不挂在后面呢 也可以把它挂在盾上 这样就会用到这件件 这样挂都可以 都相当多玩法 原来呢 这个Effect 件呢 是要另外买的 这个也要另外买的 哈哈哈哈 买到你窮 这支东西 那我们又去看看 那它就简单 左右分帽 这里有个 有个 有个盖 可以吗 可以吗 有个位置 应该 就这样 哎呀 脱下肩膀 做不做到那个 屈 手的动作呢 可以的 可以屈到那么多 都相当不错 但是有没有这些避力呢 就是另一回事 那挖了之后呢 幅度呢 当然不太大 但是就可以向上射了 行不行呢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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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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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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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ression heavens 哇 也挺壮观的 真的 对了 我经常觉得 一按 olarak 角角就断了 今天第一天玩這個地方 就是做一部分相當非常過人 大家的插來有點難度 因爲這個位置會有點頂 這樣 它的噴射器也可以移動 相信有一個波裝在裡面 也挺有趣的 腳板也可以照樣裝 先拔兩條 爛了 也不是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波裝的位置 放回去 沒什麼大問題 一樣的 這裡 是可以這樣刺 但是整個東西只有三件 不可以這樣做兩個噴射器同時 插我的腳的姿勢 現在就輪到拆盔的環節 是可以 這個位置是可以拆出來的 我怕弄得很難 是不是直接拆的呢 它好像沒什麼扣 不過這裡會看到 它裡面是有滴油的 看到嗎 沒有了 沒有了 對 裡面的油就沒有了 那可能呢 偶爾要幫它拆一拆油 這裡也會看到 有些油 這個位置 有些油 先拆掉它 後面 後面有沒有 後面也有很多油漬 後面也有很多油漬 OK 前和後 有些油漬 就是 哎呀 差點有些 就是左右兩邊夾的 另外一邊的膝蓋也是一樣 先脫掉膝蓋的位置 然後 之後呢 也是 左右兩邊夾的 我怕膠 夠了 它失去了彈性 要拆這塊 拆這塊夾出來 我擔心 都會有相當的困難 因為兩塊呢 彈性就不是太高 好了 那這隻呢 就是它的 本體了 拆出來 反正也是 嘩 馬上瘦幾多 那我們又看看它的活動範圍 我們再來一次 由頭開始 轉一下頭 其實呢 應該可以360度轉 最有趣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摩高頭的 手 兩邊升起 再高一點可以嗎 再高一點就不行了 因為呢它的波階 只是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那這裡當然沒有問題 那所以舉手呢 只可以這樣舉 耶 對了 那這隻呢 就跟另外一些 就有點不同 嘩 很多油啊 好多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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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 這隻呢 是不可以夾空的 咦 都夾到喔 原來 我以為夾不到喔 原來都夾到的 這隻 一夾呢 這個位置就會彈出來了 這樣就拔起來了 推進去呢 就推不到 推不回進去的 這個位置是推不回進去的 但是呢 抹開呢 你看到這裡有一些縫位 將它推進去就可以了 腰部的活動 都不錯啊 我真的猜不到這裡可以夾空 我以為夾不到的 這個版本 咦 夾空不錯 那這裡 嘩可以動到很多 很多範圍 那 而這個裙甲呢 就可以 開 按一下裡面 有個金屬 這邊 喔 是鍋釘來的喔 鍋釘來的 這個位置 那這個可不可以開的呢 可以踢到那部機器嗎 這裡似乎就不可以開了 左右兩邊的裙甲呢 就很難開 但是它應該是靠 這個位置頂開它 正因為這樣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條柱呢 會向下移動的 我覺得真是如果你玩得久的時候呢 這些大的關節位呢 是真的要浪油的 如果不是呢 一拍呢 這些用力位呢 我覺得是會斷 很大機會 好大機會會斷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到這個關節位呢 向前 這樣向後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些驚人的動作 對啦 向後 這樣 這樣 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好 這裡呢 是這樣的 實在有很多關節可以動的 最驚人呢就是這個 蹲下的關節 都可以做到 哇 180度 那不用買RG啦 不用砌得那麼辛苦啦 直接買Robo不運就算咯 對不對 對啦 那 小腿關節是這樣 這個 這個 這個關節呢 可以減的 還可不可以多些呢 我見到這裏呢 可以拆出來看吧 對啦 這裏這個關節是這樣 好可怕啊 yok of Blober 暈 對啊 這個 這次了 其實至乎做 那時候 分忍 我まで動的 就先讓我說 要更快 自己!! 我就不夠膽再領它 因為它中間這個位置是有金屬柱的 做了一個金屬柱的位置 算了,很多人害怕 很多人害怕 而這隻腳仔就可以 踢一踢腳趾 這隻都很好玩 robot 雲的確是 相當好玩 幅度都蠻大的 好了,大致上我這隻就先玩到這裏 大致上這隻robot 雲的 heavy gun 我就先玩到這裏 稍後再和大家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我的GUNDAM FIX 又是怎樣的 挺帥的 不錯 我只是本體都已經相當喜歡 好 當然越大就越好 你看看 好像這樣 裝這個頭上可以嗎 嘩,馬上變成SD高達 哈哈 好 還有GUNDAM FIX的開箱 還有兩隻玩具的比較 記住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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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